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25日星期五 今天是圣诞节 先祝各位圣诞节快乐 在中国方面又有一件不大不小的人事变动 所谓雄安新区的官务会主任 也身兼河北省委副书记的陈刚突然被名声按掉 调到北京当一个闲差 所谓全国总工会的党组书记 因为这个职务一般都是六七四岁担任 但是这个陈刚才55岁 所以突然被调任一个闲差 到全国总工会任职 被认为是他私从于习近平 他本来也是一个准习家军人物 从贵州提上去 原来当过贵阳市委书记 在栗战书的手下 或者是陈敏尔的手下 那是习家军的延伸部分 但是他突然被调离 证明习近平对他有看法 或者是不满 把他是名声按掉 这个雄安新区号称中国的第二首都 或者是中共的所谓副都 副首都 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定的所谓国家大使千年大计 而习近平把他定位很高 说成是跟深圳特区 跟上海浦东新区相提并论的一个大项目 但是这个所谓大项目 雄安新区上去之后 却是一路的腐败仇闻 一路的烂尾工程 建筑是处处的脱工代工 而处处都是官商勾结 权检交易 被现在中国民众称为中国这几年最大的烂尾工程 搞得习近平灰头土脸 非常狼狈 很没面子 前不久习近平到雄安新区去假装考察 说了一句话 说雄安新区这两年没动一窗一瓦 就暗示这两年雄安新区已经停下来了 实际上 据中共内部传说在两年前雄安新区就停止下来 所有的东西都停下来 说一丘土都没有动 是因为党内对雄安新区的定位 投资工程等充满了争议 而习近平跟李克强这两大系统 党务系统和政务系统 对雄安新区如何建设也充满了矛盾 斗争 然后是举期不定 再加上习近平所任用的这批人 他的亲信以陈刚为首的这批习家军 或者是准习家军 在搞雄安新区的时候 那就是借用手中的权力 以建设所谓新首都为名 大搞卖官买官 官商勾结 权钱交易 所以到处都是腐败丑闻 到处都是烂尾工程 如果说这又是习近平任内的政绩之一 实际上这个政绩要打引号 实际上就是败绩之一 就在习近平任内内政外交都是双重失败 雄安新区的失败就是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 或者说具有符号意义 换句话说 习近平亲信心腹陈刚民生暗教调离雄安新区 调到北京 就标志着雄安新区的失败 习近平千年大计的失败 关于中共的卫戍部队 也就是北京的御林军有3万人之中 是所谓拱卫北京 拱卫首都国为中共中央的一个御林军 但是习近平因为疑心重 对人不放心 他上任8年 是先后换了4任的卫戍区司令员 如果加政委的话 说高层换了7人 平均是差不多两年就要换人 现在换到第4任的司令员叫傅文华 傅文华上去之后 连《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都不知道他的来历 曾经还想派《环球时报》的记者去采访他的妻子王小辉 也没有弄出一个所以然 据说中共在各种网站上隐去了傅文华的来历 甚至连傅文华这个人的年龄都查不到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神秘 习近平对他究竟放不放心 原来这个人有一段很不同的经历 而这个人声称说是在中共的陆军或者摩托化部队 当过什么团长 女长 司长等等 他自己回忆说不仅送他去指挥学院深造 国防大学深造 还派去德国留学 敏感就在这里 派去德国留学 这就是双重的敏感 对德国对西方国家来说 对此肯定是非常的老虎或者说感冒 因为中共派去德国学军事 他绝对不会声称他是中共的党员 军官 什么高级将领到德国去学军事 那一定是以其他身份到德国去 相当于把德国的军事或者军事知识学到的时候偷偷回国了 现在倒过来在习近平这篇也很敏感 而习近平能不能任用一个在国外留学 留个洋的人来做卫戍区司令 他自己放放心 所以对傅文华这个背景的毁莫如深 一方面是防德国 防西方 另一方面 习近平也防其他人知道傅文华的底细 是对自己不利 至于说傅文华学到了德国的一些军事知识 或者是军事管理的纪念 但是能不能学到德国的一些其他思想 人文思想 或者跟普世价值有关的东西 这也是习近平没把握的地方 当然 这个傅文华能够当多久也是一个问题 鉴于习近平这种成天疑神疑鬼 成天的不放心 很难说傅文华能够在卫戍区司令院这个位置上混多久 就像前面那个王春宁 说是红二代太子党出身 父亲王有名当过南京军区的副政委 是开国的副政委 但是王春宁上去之后 习近平对他也不信任 所以今年甚至传出了 说卫戍区可能发生了卫随政变这种传闻 而王春宁当时突然不知去向 突然被撤职 后来才发现他又转任了武警部队参谋长 相对于名声暗将 因为卫戍区司令员手上有重兵重拳 但是武警部队参谋长没有权力 是一个虚位 一直到了前不久 前几天 12月份提上将 才发现有了王春宁又当了武警部队司令员 转了一个弯 又成了武警部队司令员 但是其地位和特权会说接近中央 接近习近平的程度 远不如卫戍区司令员 在中国马云悬了阿里巴巴的创始人 马云金服的创始人 支付宝的创始人马云悬了 马云危险了 甚至有人说马云死定了 因为习近平 习家军对马云的追赶 追杀 追击 现在是步步升级 到了并临城下 逼上门来的地步 早些时候 11月初都知道 中共是四大监管部门月谈阿里巴巴或者马云金服的高管 包括马云等人 之后就是习近平身为总书记 亲自叫停了蚂蚁金服的上市 再之后就是对阿里巴巴的发款 再之后就是对马云在云南创办的大学叫停 停工 现在进一步升级 升级到立案调查 立案审查 那理由是反垄断 就是由中共的监管部门 或者说市场监管总局假称 说接到举报 要对阿里巴巴进行反垄断调查 而所谓举报是什么 说阿里巴巴有一个二选一的政策 二选一就是电商平台 你要么选这个 要么选那个 所以这就是垄断行为 当然 众所周知 我也说过 中国真正的垄断行为是国营企业 国营企业垄断了整个经济命脉 什么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中国电力 中国交通 中国航空 垄断了各行各业 现在实际上习近平 习家军放出的潜台词很清楚 只准我们垄断 不准你们垄断 只准国营企业垄断 不准民营企业垄断 不准私有企业垄断 表面上是反垄断 实际上是针对民营企业 私营企业 就是国进民退的一部分 是习近平 王沪宁极左路线的继续 表面上针对马云 追杀马云 实际上是针对和追杀马云背后的人 表面上是抢马云的钱 实际上是抢马云背后人的钱 马云的背后是谁 是政治老人 是七大家族 马云原来是一个英文家族 他创立了阿里巴巴 最早不引人注目 但是当阿里巴巴迅速发展起来 壮大起来之后 就成了中共权贵眼中盯住不放的肥肉 中共的权贵几代的政治局委员 政治局长吻 甚至被称为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他们的家族 子女都卷入 成了阿里巴巴的股东 或者是投资持股人 卷入的七大家族就包括前总书记江志明 他的孙子江志成 前总理温家宝 他的儿子温云松 还有就是最早的中共建国的元老陈云 他的儿子陈云 还有中共元老王震 他的儿子王军 还有就是前政治局常委厄国强 他的儿子贺锦雷 前政治局常委刘云山 他的儿子刘云飞 然后还有前副总理曾培燕 他的儿子曾芝杰 所有这些人 七大家族 成了阿里巴巴的红色权贵 红色背景 红色后台 所以这一回习近平追杀马云 可以说是一箭三雕 第一件那就是抢劫民营企业 私营企业 最终目的是要把阿里巴巴 蚂蚁金服 支付宝 收归国有 收归党有 收归习近平政权所有 第二件那就是抢钱 抢马云的钱 抢政治老人的钱 第三件就是权力斗争 因为斗败政治老人 斗败他们的经济基础 瓦解他们的经济基础 那就是击退反习势力 因为反习势力分三大块 一块我说的是共青团 团派 是以总理李克强 政协主席汪洋为代表 还有副总理胡春华为代表的团派 第二部分就是红二代太子党 红二代太子党有一些经济基础 比如说邓小平的外孙女婿 吴小晖 安邦公司的掌门人 曾经拥有万亿资产 在国际上又收购了大量的资产 包括纽约最豪华 最顶级的酒店 华尔道夫酒店 是各国领导人在开联合国会的时候下榻的主要酒店 吴小晖吹毁了安邦公司 相当于在某一个角度 某一个层面 吹毁了红二代太子党的前代子 现在习近平 习家军针对马云 针对七大家族 针对政治老人具有同样的意义 政治和经济的双重意义 习近平追杀马云 有人说马云说错了话 其实如果习近平无意追杀马云 马云说什么他都无所谓 要是要追杀马云的话 那就不仅是可以以经济治罪 还可以以言获罪 本来这就是一个以言获罪的国家 那马云究竟说错了什么话 前段时间是盛传 他在10月份在所谓上海外滩金融论坛 金融高峰会上的发言 说是刺激了习近平 记录了习近平 他那段发言 吴海文就说了一些民营企业和他个人创业的体会 一些具有他个人特质的话 比如说他说中国没有系统性的风险 因为没有系统 还说把创新的风险压低为0 本身就是最大的风险 还说不能用管火车站的方式管理机场 不能用当铺的思想经营银行 也说不能用过去的方式经营未来 经营21世纪等等 现在国内又盛传 他以前的讲话更厉害 前两年的讲话 说是出露了习近平 现在又盛传他前两年的一个讲话 马云说 自从有了支付宝 中国的很多银行都睡不着觉 说中国的银行都纷纷的降低费用 提升服务 他说这至少是支付宝的贡献 还说进入网络网际时代 他就是要让中国移动 中国联通 睡不着觉 马云说他对挣钱没有多大兴趣 但是让那些坐在位置上不作为 不干事的人不爽 是他很想干的事 马云还说他对抢民企的饭碗没有多大兴趣 但是要摇一下国气 他很有兴趣 其实马云讲这番话也不见得有多少深意 也就是在某种场合 某种气氛的刺激下随口而出 一方面可能出自虚荣心 另一方面也出自一个成功人物的那种比较自大 或者说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 能说一些话 让全场嗨起来 自己也有一种满足感 也就是说漫无边际 随口而出 但是现在这些话 马云讲过的这些话 恐怕还不止这些 都会被习近平 习家军 王滬宁等人当成以言自罪的借口 说到反垄断 其实中共的改革开放 从胡耀邦 赵紫阳 邓小平开始 他的初衷是什么 在经济领域其实就是反国营企业的垄断 打断国营企业对各行过业的垄断 实行市场经济激发市场活力 那就是让个体户 私营企业 民间企业发展起来 出现一个竞争的局面 也就是说当时的80年代开始 如果从经济改革领域来说 那就是市场经济 就是要打破经济上持大国范的局面 就是打破国营企业 党有企业持大国范的局面 让民间企业成长起来 跟国营企业竞争 当时还有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打破共产党持大国范 一党专政 一党高高在上 一党垄断一切的局面 所以当时胡耀邦照这样提出 有党政分开 党政分家 这个思想是政治改革的思想 到了1989年六四大屠杀 政治改革就驾然而止 又回到了一党专政的局面 但是至少在经济上 所谓的经济改革还在进行 也就是说在经济上反垄断 反国营企业的垄断还在进行 现在到了习近平时代 到了习近平王滬云极左路线的时代 倒行逆施 不仅是政治改革被废止 连经济改革也都被废止 而中共党内还有一点点可怜的所谓成果 党内民主或者党内集体领导的成果 那就是废除终身制 而实行领导人任期制 但是到了2018年 习近平修宪 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制 等于说又复辟了过去的领导人终身制 就是他试图终身执政 长期执政 不仅如此 习近平 王滬云等人干脆一不中而不休 把经济改革也废止 就是国进民退 开始扼杀 市营企业 民间企业 收归国有 收归党有 收归习近平政权所有 其实按照共产党的学说 政治是上层建筑 而经济是基础 那么习近平现在的上层建筑是什么 政治上他不仅要一党专政 还要一人独裁 所以对应的经济基础就是不仅要把民企 私企 收归国有 收归党有 更重要的是收归习政权所有 成为他自己长期执政 终身执政的经济基础 经济命脉 习近平追杀马云 其实从前两年把马云从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这个位置上逼退就已经开始了 要说马云该跑 那个时候就该跑 干脆就一走了之离开中国 但是现在看来是晚了 所以中国这些企业家 中国这些富豪总是有一些幻想 总是有一些流念 还以为形势有什么转机 所以现在连跑路都来不及了 因为马云被边控了 就跟王健林被边控了一样 王健林万大集团尽管是习家族的白手套 但是自从王健林大言不惭的说 他在帮习近平的姐姐和姐夫打理财产 在万大集团有股份 有资产 那他就至少受到了边控 所以出境都出不去了 现在马云就这尴尬的局面 跑不掉了 擦翅难逃 怎么办 自杀吗 中国的企业家应该说主动的自杀 这种可能性不大 因为中国人普遍怕死 怎么办 忽软吗 投降吗 认输吗 这些他做得到 但是习近平 习家军不是你服软 投降 认输就能放过你 实际上马云多次都服输服软了 不仅是他表态支付宝可以交给国家 如果国家想要的话 国家就是党和政府 连马化腾也表示过 愿把微信支付交给国家 如果是国家需要的话 但是这些话并没有满足 而前不久马云还表态 说把蚂蚁金服的一部分交给国家持有 把一部分股份交出去 实际上习近平岂是要你只是交出一部分的蚂蚁金服 要你全部交出 不仅是蚂蚁金服 阿里巴巴全部交出 而且师傅宝全部交出 你就是要抢钱 而且要抢光 让你马云变得一文不明 一贫如洗 回到原点 回到原点还不够 而习近平 习家军的做法那是斩尽杀绝 是斩草出根 那就跟他们对香港民主人士的追杀一样 就跟对党内政敌的追杀 或者对中国国内异见人士的追杀一样 那是毫不手软 穷追到底 所以估计习近平 习家军 王沪宁绝对不会轻易放过马云 不仅仅是要交出全部财产的问题 全部公司的问题 最终恐怕还是要把马云所谓绳之以法 也就是投入大牢 根据马云是中国首富的地位 投入大牢 投到哪里去 恐怕不是一般的看守所 或者是劳改常 估计会投入秦城大牢 那就是马云的欲中待遇 可能达到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待遇 就是什么政国级 副国级 前任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员 副委员长 副主席等等 都在秦城集中了 叫做第二中央 或者是影子政府 影子内阁 也就是说秦城监狱什么都不能缺 既然不能缺政治局委员 不能缺政治局常委 不能缺党和国家领导人 那相应的也不能缺中国的首富或者是富豪 马云遭到追杀 其他富豪又如何 比如说腾讯的马化腾 京东的刘强东等人 他们可能还是整于一个幻想 那就是追杀的是马云 不是我未必能追杀到我头上 但是他们就不明白共产党 中共领导人的一个厚黑血 一个法宝 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有这个法宝 那叫做集中优势兵力 歼灭敌人 各个急迫 就是一次歼灭一个敌人 围攻一个敌人 按毛泽东的说法叫饭要一口一口的吃 仗要一个一个的打 所以习近平对富豪下手也是如此 最早下手像安邦的吴小晖 明天系列肖建华 或者是华信集团的叶简明 或者是海航集团的王健等等 都是一个结一个的下手 当然还有被在牢中做掉的徐明等人 现在下手到马云头上 他绝对不会停手 习近平 习家军绝对不会停手 只要做掉了马云 干掉马云 接下来就会干掉马化腾 干掉刘强东 一个都跑不掉 这就是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 但是这个分田地不是分给老百姓 是分给共产党 分给共产党的权势人物 或者说正在掌权的当权者 既得利益集团 这就是习近平搞的这一套国际民退 就是毛泽东当年在农村搞土改 公色化 在城市搞改造资本家 搞公私合营的一个翻版 也就是第二次土改 第二次公私合营 所以习近平要在各方面去模仿毛泽东 甚至要跟毛泽东比肩 或者超越毛泽东 宣称自己是毛二世 是真正的红二代 是太子党 是真正的红色江山的传人 而在他之前的人他都不承认 认为只是带看红色江山的这些过客 或者是守财人 守牧人 而他上来才是真正的传人 真正的红色血脉 红色王朝的继承人 所以就摆出一副 一上来就不下去了 准备长期执政 终身执政了 所以一切又回到毛时代 就是中国民间流行的一句话 叫做辛辛苦苦三十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 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流行这句话 讲的是似乎改革开放 否定了毛泽东时代的东西 那么现在这句话重新使用 那又是回到了改革开放前 又是另一种解放前 按理说 习近平 王沪宁 习家军这种步步紧逼 步步升级的做法 追赶 追击 追杀 对富豪 对政治老人 对反习势力 应该说把反习势力应该逼得团结起来 联合起来 逼上梁山 背水一战 就看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觉悟和勇气 不过看上去形式并不乐观 因为在中共党文化的长期的腐蚀下 炉化下 中国那边的人 不管是体制内外 不管是党内党外 不管是政界还是商界 普遍的缺少这些骨气血性 也就是普遍的缺少觉悟和勇气 或者说有觉悟也不一定有勇气 有觉悟也不一定有决心 所以整个形式不乐观 那就给了像毛泽东 习近平这样为所欲为的大独裁者施展的空间 他可以追杀到底毫不手软 而且眼睛都不眨一下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晚上有可能继续直播 如果说美国大选的后续发展出现最新情况 有重要的消息的话 我会提前预告 预报说晚上8点有直播 就是美东时间晚上8点 中港台时间早上9点 与广大观众 听众 网友在线互动 在线问答 请继续锁定陈破空 众论天下 留意相关的直播预报 好 我再次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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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